这才是回锅肉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马上要快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怎么能少得了回锅肉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年夜饭回锅肉的家常做法 咸香微辣,肥而不腻,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两块钱新鲜的猪后豚鸡肉 也就是二刀肉 用这个部位的肉炒出的回锅肉吃着肥而不腻 炒制的时候还不易脱沉 起锅烧水,下面来把猪肉先煮至下 放入适量的姜葱,少许的花椒 少量的干辣椒和料酒稍微多一点,去形增香 大火烧开后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煮至20分钟 把猪肉煮至像这样,用筷子一插,冷插进去即可 然后捞出晾凉 下面来准备炒回锅肉的配料 这个季节最好是选择青蒜苗 而且要选择这样的红头青蒜苗,吃着味道更香 清洗干净 先把头部位置先拍一下 这样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再斜刀先片成片 把蒜苗头和叶最好是分开放 炒制的时候先把头炒一下 然后再倒入蒜苗叶 这样受热更均匀 切好放入盆中 当然也可以选择青椒,尖椒,或者是蒜苗,洋葱之类的 再来切点小料 大蒜先拍破 生姜一块也是拍破 然后剁碎即可 这样更容易出姜蒜的味道 剁好先放入盆中 这时候肉一凉的差不多了 这个厚豚肉比较大 把瘦肉位置最好像这样先片一下 这样炒出来它的大小更均匀 再像这样切成厚厚的薄片 各位好朋友,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把比较肥的肉切好放入一边 然后再把瘦肉切好放在另一边 炒制的时候先放入比较肥的肉 然后再放入瘦的肉 这样防止炒出的肉粘锅 而且瘦肉还吃着不会发财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 先把锅烧干 再放入适量的色拉油 把锅像这样润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炒肉的时候粘锅 划好倒出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菜籽油 用菜籽油做这道菜 吃着味道更香 炉热后先下入比较肥的肉 炒至中火多点炒下 炒出肉里边多余的水分和油脂 炒出鲜味 这一步价格小赵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 炒至肉表面卷曲微黄 也就是所谓的灯蛋味 然后舀出里边多余的油不要 接着放入适量的红花椒炒出香味 然后再放入瘦肉片 盐炒几下炒出香味 炒香后放入姜蒜米 盐炒出香味 将蒜米扁至味黄香味才对融 接着下入川菜之魂 红油皮线豆瓣酱 炒出香味 炒出颜色 把肉炒上颜色后 接着下入适量的甜面酱 炒出香味 增加肉的酱香味 再放入豆豉适量 提味真香 炒出香味 适量的料酒从锅边吞入 可以使炒出的肉颜色更加的红亮 而且还能够去形真香 接着下入蒜苗的头 翻炒底下 然后下入蒜苗叶 快速的翻炒均匀 调味放入适量的味精 少许的白糖 胡味提鲜 最后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几下 化开调料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把蒜苗炒至稍微发软 即可出锅 放入盐中 好了 再到香而不腻 下饭又下酒的 川味回锅肉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